吃到饱竟然是偷打包 日前这一组客人到桃园吃到饱火锅店 将食材连装了三包带回家 事后被店家发现却只还一包 吃到饱火锅店内客人有说有笑 边吃边聊天 但画面中这名女子却是顾不上眼前美食 只见她左顾右盼像是在确认什么 紧接着旁边男子端起桌上满满一盆食物 倒进塑胶袋里 在熟练的放入包包 两人合作无间把店内吃到饱食材 统统打包回家 她在用餐期间进行打包的动作 那我们有发现告诉客人 我们吃到饱店家是不能做打包的动作 大家都知道吃到饱不能打包 但桃园这家火锅店 有一组客人前来用餐却一连打包三袋 老板发现后走到女子桌前好言相劝 眼看这心机败露 女子从包里只拿出一袋乖乖还给店家 后续店家发现不对劲 调约监视器后才发现她还有按扣许多食材 食材从包包拿出来的时候 有刻意去遮挡她的包包 那当下我就怀疑应该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 监视器里女子动作根本像老手 让店家将画面抛上网 不只希望抓到人也要提醒同行注意吃到饱的打包罐饭 店家为了卫生安全被归还的食材也不能再适用 损失职能自行吸收 这两人的偷窃行为不仅让食材浪费 更是把自己送进警局 记得留下来谢谢小林桃月报道